一名戴着头巾口罩的妇人 大摇大摆走进麦皮剑的柜位 当时桂姐正在整理货品 完全没注意到有人进来 妇人以为没人直接闯进柜台 左右张望后 拿起桂姐的大包包 从容离开 她和桂姐一度还擦身而过 但等到桂姐发现后 已经来不及 事发地点是园林一家 大卖场二楼皮剑专柜 27号下午五点多 原本桂上有两个桂姐 其中一人跑去上厕所 一人留守整理货架上的商品 妇人疑似早就在旁观察 一看到桂上疑似没人 立刻下手行窃 事发后受害桂姐立刻报警 同时调阅监视画面 发现这名刑切的妇人 疑似是偷遍各百货和卖场的惯犯 没多久警方在涌进一家超商门口 发现受害桂姐的包包 里面的一千多元现金都被拿走 还好大部分证件都还在 但妇人因为没有当场被抓到 警方表示不是现刑犯 现在桂姐们人心惶惶 只能提醒彼此多加留意 也希望警方尽早抓到嫌犯 不要让他持续犯案 东西新闻 陈勇一张九汉张晨云在彰化台中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